历代至下 第十六章 亚萨在位第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打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离开或进入犹大王亚萨的国境 于是亚萨从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库房里取出金银来 送给住在大马士革的亚兰王汴哈达说 你父亲和我父亲曾经立约 你和我也要立约 现在 我把金银送给你 请你去废除你和以色列王巴沙定立的约 好使他离开我而去 并哈达听从了亚萨王的话 就派遣他属下的众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市 他们攻陷了乙云 蛋 亚伯玛因和拿弗塔利 一切储藏货物的城市 巴沙听见了 就停止修筑拉玛 把工程都停止了 于是亚萨王带领犹大众人 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材都搬走 用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 那时 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 因你倚靠亚兰王 没有倚靠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 亚兰王的军队才可以脱离你的手 古石人和陆比人不是有强大的军队吗 战车和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倚靠耶和华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片查全地 一心归向他的 他必以大能辅助他们 你做这事太愚昧了 从今以后 你必常有战争 于是 亚萨对先见发怒 把他求在尖里 同时 亚萨也压迫人民 亚萨所行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纪上 亚萨在位第39年 患了脚病 病情严重 可是 连他患病的时候 也没有寻求耶和华 只管寻求医生 亚萨做王41年以后死了 和他的列祖同睡 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为自己所造的坟墓中 他们把他放在堆满 按着做香的方法 调和的各样香料的床上 又为他烧了很多香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和声明镜